心乱如麻 表面却风平浪静 风华绝代的女王吃起醋来到底有多可爱 相信看过斗魄苍穹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萧炎作为斗魄的男主 不仅有着超群的战斗实力 打斗起来让无数斗宗强者都围着一阵 资质卓越 更是令不少修行仙被感叹 不得不说 像萧炎这样行走的挂王 必定有不少迷媚生死相随 虽然萧炎只有两位结发妻子 相比其他动漫的男主角 可谓是专一太多 可是光凭借着表面并不能确定 要知道 除了美杜莎和萧薰儿两位妻子 还有三位没有名分的红颜 除去子言这个小朋友 并不对美杜莎构成威胁 反倒被视若珍宝如出一辙 剩下两位 简直就是将美杜莎逼向绝路 首先就是这云蓝宗的宗主云运了 不仅和萧炎有过一段难忘的佳话 彼此心里的记挂 让美杜莎根本无法无从宣示主权 只能假装不在意 来掩饰心中的怒气 其次便是妖艳的大姐姐雅飞了 众所周知 萧炎只是将雅飞当作有恩的好姐姐 但是这雅飞却是话里话外 都夹杂着别的心思 尤其是发现 美杜莎这个绝世美女在萧炎身边 雅飞也是不甘示弱 赶紧上演一出深情戏码 美杜莎看见 直接拳头都攥紧了 就怕把雅飞一拳送去做仙女 不过为了不显示出自己在意萧炎 美杜莎也是因为傲人的个性 硬生生憋着自己难受 一下和高冷绝带的蛇人组女王产生落差 那么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认为 萧炎发现美杜莎吃醋后会怎么办呢 快在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